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暖热的气候 一向最能繁殖那种最兴残的油翅动物 孟加拉虎蹲在常年碧绿的香料树丛里 最灿烂的天空窝藏着那种最厉害的雷电 美丽的古巴对那种从未造访过平淡无奇的北方地带的旋风卑力 深有体会 在这光辉灿烂的日北海上 水手们也遭遇到了最可怕的风暴 台风 它会从那晴朗无云的天际猛然冲过来 就像一颗在静谧沉睡的小城镇的上空爆炸的炸弹 那天傍晚时分 突然迎头刮起一阵台风 将佩克德号的风帆全部撕裂毁损 只剩下几根光秃的围杆以狂风磨斗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天空和大海一起怒吼 一阵雷鸣过后 电光狂闪 几根残围上到处飘倒着破烂的帆布条 这就是暴风雨第一次狂怒恶作剧后留下的纪念 斯特伯克手上抓住一根护为锁 此时正站在后甲板上 趁着每一次闪电的光亮 他便往上看 检查上边那些错综复杂的锁剧 是否遭受到什么损害 斯特布和弗拉斯克则指挥水手们 把几只小艇吊得更高 牢固的固定的更牢 显然他们的辛勤劳动都是白费 呀哈 那只位于上风船尾部的小艇 高高的固定在吊车的顶端 但也逃脱不了厄运 海上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从高空猛然撞击着 这艘摇摆不定的大船的侧边 又从小艇 艇超冲进艇里 海浪一退 小艇好似筛子似的 到处往下滴水 恶作剧恶作剧 斯塔伯先生 斯塔伯看到船上 损毁严重的情况说道 大海总是自行其事 斯塔伯只有一个 无法跟他搏斗啊 要让我说我对付他的办法 从一开始就是 只要从这里横过甲板 即可 别在意 只是开玩笑而已 那首古老歌曲就是这么说的 他于是唱了起来 大方是快乐者 大金是诙谐者 那是他在把尾巴舞动 海洋就是这样一个好玩 好玩 好胜 好乐 好动好闹 好骗的家伙 霹雳把大船 撕成两片 可他却只扎一扎 嘴唇两片 把这饮料酒的味道尝一遍 就是海洋 这样一个好玩 好动 好胜 好乐 好闹 好骗的家伙 住嘴 斯塔伯 斯塔伯叫道 还是让台方去唱吧 让他用我们的锁句去弹树琴吧 如果你是个勇敢的人 你就给我住嘴 我可不是个勇敢的人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勇敢的人 我是个懦夫 我唱歌是为了振作我的精神 我要让你知道 斯塔伯先生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有办法可以阻止我唱歌 除非切断我的喉咙 就算那要做了 我还是要给你唱赞美歌 做压轴戏呢 疯子 如果你的眼睛瞎了 就把我的眼睛给你看看四周的情况吧 怎么 在这清黑的夜晚 你难道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些 别理会这愚蠢的问题 喂 看着 斯塔伯大声吼到 抓着斯塔伯的一只肩膀 用手指着上风的船头 你 没有注意到大风从东边刮起来的 就是亚哈计划追寻 摩贝德克的那个方向吗 不就是今天中午命令大船转航的那个方向吗 你留意一下 他那只小艇吧 哪个地方穿孔进水啊 在艇烧座位 被我 火急 那是他经常站的地方 他站脚的地方穿孔进水啊 火急 现在 你可以跳到海里去 去唱个痛快了 如果你非常不可的话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的话 要发生什么事了 对 绕过好望角 这是回到南 踏开特距离最近的航线 斯塔伯突然自然自语起来 根本没有意识到斯塔伯提出的问题 现在 猛烈 袭击我们 想置我一死地的大风 我们却要把它变成 畅快听话的河风 驱动我们的大船 赶回老家 远处 在那上风的地方 是结束南逃的黑暗之地 但是 在下方处 沿着回家的方向 我看到 一片光明 当然 那里也不可能完全没有 雷电 是的 电闪雷鸣 就在这时 在一阵闪电后 伸手不见五指的 尖歇时间内 斯塔伯特斯 听到身边有个声音 而就在此时 轰的一串雷鸣 就在头上 炸裂滚过 是谁 老雷公 呀哈的声音 他正沿着悬墙 摸索着 走向他那旋动的地方 突然 一弯长矛似的火光 把他眼前的路 找得一清二楚 陆地上的塔尖都安有 避雷针 目的是将那可怕的电流 导入地下 在海上有些船只的 每根围杆上 也安有类似的铁杆 目的是把电流 导入水中 但是 这种导体 必须插入较深的水中 末端 不能以船壳接触 如果 长期保存在那里 拖来拖去 它 还可能造成 许多意外事故 更会对索具的操作 产生 不小的影响 以及妨碍船只 在水中的航行 由于这些原因 船上避雷针的下面部分 并不总是插在水中 通常下 只成又长又细的连接型 这样可以随时 拉上去变成链条状 需要是直接 抛入海中 看情况而定 避雷针 避雷针 斯塔巴克对水手们 大声喊道 他突然想起刚才 闪电放射出的电火花 强烈地可以 照料雅哈 去上岗 因而意识到 他的危险性 他们 都插到水里了吗 把他们放到海里去 从船头到船尾 快 慢着 雅哈 巴克喊道 圣埃尔默火光 式的 围顶电光 围顶电光 所有方航端部 都有一团苍白的火关 每个密雷针的三叉尖端 都有三团尖细的白枝火焰 与之相连的三根高维杆 在硫磺臭气中 慢慢地燃烧着 像圣坛前三根巨大的蜡烛 可恶 这是小艇 随他去吧 斯塔布尖声叫一声 因为此时 一阵海浪从他的小艇下面 猛冲上来 而他正在捆绑绳子 艇闲边缘 猛烈地挤压着他的一只手 盖死的小艇 他在甲板上 往后滑动尸 他抬头看了看火焰 他顿时连声 吊儿都变了 大呼起来 电光 你可怜可怜我们大家吧 对谁手们来说 诅咒是家常便饭 平静的发呆是诅咒 以暴风雨搏斗时诅咒 当他们在搏刀 心涌的海面上 摆弄中方航端时 多半也要诅咒一番 但是在我所有的远航 我很少听到过大家 不约而同的咒骂声 就在上帝燃烧的手指 按压在船上降临灾难 当上帝结束一到 你有阴损 应该完蛋的胜意 已经以猥琐和锁具 交绝在一起 而情况不可逆转的时候 这种苍白的火光在高处燃烧着 那些就像被魔法迷住了的水手们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 站在船头楼上 所有的眼睛 在那苍白的鬼火式的灵光中 发出闪烁的微光 就像那高远的星座 身材高大 皮肤乌黑发亮的 黑人打嗝 在灵光的照尘下 显得隐隐绰绰 身影比他的实际身材 还要高大三倍 好像雷电 就是来自于这一堆乌云 塔西哥提张着嘴巴露出 他的鲨鱼式的牙齿 轻易地发出闪光 好像牙齿上也在放出电光 尾魁皮肤上的刺纹 在这种超自然的火花照亮下 好像在燃烧 跳动着恶魔式的蓝色火焰 随着苍白的火花 往空中上升 这个戏剧性场面 才宣告退场 培阔德号和甲板上的全体人员 再次笼罩在黑幕中 过了一会儿 斯塔巴克在黑暗中往前走去 不小心撞上一个人 是斯塔布 你觉得怎么样火气 我听到你在哭啊 那声音跟哭声可大不相同 不不 没有这回事 我当时在说 电光可怜可怜我们大家吧 我希望他们可以保持这种慈悲心 那种电光 只对哭丧着脸的人发善心吗 对满脸笑容的人 不发悲慈吗 你看 斯塔巴克先生 太黑了看不见 听我说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唯一底电光 是一种好照道的信号 因为好些桂杆 根基将用于装满 Mobbedek油的穿仓 你明白吧 这样 所有那些精油 都会渗透到桂杆中 就像树上的树叶一样 我们这三根尾杆 将会变成三只Mobbedek蜡烛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好希望 斯塔巴克斯发现 斯塔巴的面部慢慢地从模糊变得清楚起来 他朝上一望突然喊道 快看 快看 那高高的装饰锥形的火焰又在闪动 而且苍白的好像比以前更加神奇 电光 你可怜可怜我们大家吧 斯塔巴再次吼了起来 在诸位根基的地方 正好在那枚金币和火焰的下面 那个敖教徒跪在雅汉面前 头部向后仰着 附近有一群水手 他们一直忙着把 城拱形的和旋锤的锁具 牢牢地固定在一根圆柱上 这时被那团火光吸引了 相互挤紧在一起 钟摆式地悬挂在空中 从个人找了魔法式的姿态来看 好似赫尔克兰尼恩地区 发掘出来的死人骨架 有的站着 有的跨步 而有的跑步 其他的水手像顶住似的 一直站在甲板上 所有的眼睛都在朝上盯着 对对伙计们 雅哈大声叫道 抬头看那团火焰 牢牢牢牢牢牢牢 那白色的火焰 一只脚踏在那个傲教徒身上 眼睛向上盯着 右臂高高地展开 逼挺地站在那高高燃烧着的三团火焰面前 突然电光连闪不断 那九团火焰呈直线往上跳动 高度达到以前的三倍 跟其他人一样 雅哈紧闭着双眼 右手掌撕撕压在眼睛上 小艇小艇 巴达克喊道 您看您那只小艇老人家 雅哈的鱼叉 那只帕斯的打铁炉 短造出来的鱼叉 依旧紧附在小艇上显眼的枪架上 其端部伸到小艇的外边 那洞穿小艇底部的海浪 也带走了那只宽松的鱼叉护套 这时那锋利的钢制道沟上 有一团均匀的成叉形的参白火焰 无声地燃烧着 像一条毒蛇的蛇信 斯大巴克抓住雅哈的一只手臂 天哪 上帝在反对您老人家 停手 别追了 这是一次不吉利的远航啊 开始不吉利 后来也不吉利 趁我们还来得及 让我来调整翻航 老人家 顺风朝回家的方向行驶 总比这样继续往前 要好得多 那些惊恐万分的水手们 无意中听到了 斯大巴克的这番话 立即都跑到 转翻锁的地方 虽然那上边 一张完好的封番 也没有留下 此刻 这位吓坏了的大副 所想正是他们 心里所想 他们一起发出 一阵类似暴动的叫喊声 可是 哑哈 将格格发响的壁垒 连杆猛地 往甲板上一摔 抓起那只燃烧着的鱼叉 想拿着一只火炬 在水手们中间挥舞着 大声威胁着 哪个水手赶紧解松一下锁头 就用这只鱼叉把它刺穿 所有的人都被他的气势 吓呆了 更费拒他手里 拿着的那只闪闪发光的鱼叉 于是个个沮丧地往后退 亚哈 再次说话了 你们 却都发誓 追捕白金 跟我的誓约 一样具有约束力 我老亚哈 用心胸 灵魂 和肉体 恢复已经生命 履行义务 你们知道我的 车壳心脏 按照什么样的频率 在跳动 可能啊 也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们看着 我就这样 把这最后的恐惧 吹灭干净 他猛的一口 起吹过去 就是那团火焰熄灭了 许多水手听到亚哈 那最后几句话之后 在惊恶恐惧中 飞快地 从他身边跑开 逃得远远的 白金记 第120章 初次夜班 行将结束时的 甲板上 亚哈站在船舵旁 斯特伯克向他走过来 先生 我们必须把 住一街 翻的翻行 降落下来 翻 带松了 下风的吊锁 快解释开了 任许我 去把翻行 卸下来吗 先生 什么也别动 把它扎紧就行了 要是船上 有第三层翻的 没干 我会把翻行 扯起来 先生 天哪 先生 嗯 先生 有东西在晃动 我把它们拉上船来吧 那个帽链 在晃动啊 什么也别拉 什么也别动 把一切都固定街市 风才起 可还没有吹到我的 高地市的头上 快 快去看看 风的情况怎样 天哪 他 把我看成是 沿海部 与单位小翻船上的 驼尾船长 你干脆 把我的 主力街翻的翻行 降下来得了 真是傻瓜 一笔哥 如果把围定上的 小木管 做得可以 挡住最大的 狂风 我身子上 这个头顶管 现在就可以 腾云架糊糊了 我要不要 也把这个 写下来呢 在暴风的时刻 胆小鬼 才会把 头顶管 写下来 上面 多么热闹 他们说 我不知道 善气痛 是一种 会发出 响声的疾病 我差点 把它作为 至高无上的 东西看待 哎哟 拿药来 快拿药来 白经纪 第121章 午夜 船头 楼弦 抢边 斯塔普和 弗拉斯克 爬上 悬墙 将悬挂在 上面的 毛链 添加 绳索 赴牢 不行 斯塔普 这个绳结 随你 怎么敲打 都可以 但你绝不能 拿刚才所说的话 来向我开炮 你 上次可不是 这么说的 还没多久呢 你不是说过吗 不管 雅哈 什么样的船 那艘船 就会支付一些 额外的 保险费吗 好像船尾 装有许多火药桶 而船头 装着 许多火柴箱啊 喂 停一下 你没有这样 说过吗 那这个 就算我说过 那又怎么样 自那以后 我的肉体 有所变化 为什么私下 就不能变呢 再说 就算我们的船上 的确在船尾 装有火药桶 而船头 装有火柴 在这种 水雾湿头的地方 火柴 怎么可能 作怪起火呢 是啊 我的小伙计 你有一头 漂亮的红头发 可你现在 不会自己 着火烧起来吧 弗拉斯克 你的上一领口 可以装设许多水瓶 你真的不知道 对这些 额外的风险 海洋保险公司 提供额外的 担保金帽 这里有许多 消防水龙头 弗拉斯克 你挺好 我要回答 你的另外一个问题 先把你的脚 从毛罐上 移开 对 这样我就可以 把绳子 传递过去 你听着 在暴风雨中 拿着一根 违干的避雷针 跟在暴风雨中 站在一根根本 就没有安装 避雷针的 违干旁边 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差别吗 你这木头脑袋 你不知道 除非 违干 首先遭到雷击 否则 手拿避雷针的人 不可能受到伤害吗 你对此 有什么看法呢 找我看 一百艘船当中 装有避雷针的 不到百分之一 而呀哈 还有大家 所面临的危险 于现在 正在海洋上 行驶的 一万艘船上 所有水手 所面临的危险 是一样的 喂 你这个钟主 你要是叫世界上 每一个人 在帽子边 脚上 插直 使得 比直地插上 一个小臂 这走来走去 才有戏可看 弗拉斯科 这很容易看清楚吗 你为何 就是不明白呢 任何指甲 眼睛一扫 就可以 看得清清楚楚吗 这类事我总是 那么明白 斯大波 就是绞尽脑汁 也很难理解 说得对 当一个人全身湿透时 的确很难保持理智 这倒是事实 我自己也快要 被这种水雾 弄得浑身湿透 不要紧 喂 抓住绳子 转着部位 传过来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夫老 这些毛链 好像 他们再也不会 使用似的 弗拉斯科 把这两个毛捆 在这里 好似 把一个人的双手 反绑在背后 真的 他们 多像宽大的 一双手 嘿 他们是不是 你的铁拳呀 他们的力气 该多么大呀 我不知道 弗拉斯科 这个世界是不是在什么地方 抛了毛 如果真是这样 他一定是在一根 不同寻常的场所的 作用下而旋转着 喂 把这个绳结 敲下去 我们的任务就干完了 好了好了 不能 背回降落在陆地上 能够停落在甲板上 也就心满意足了 喂喂喂 帮我 把外衣下摆的水凝干好不好 谢谢 乌拉斯科 许多人还嘲笑上岸穿的 外衣呢 可我认为 在暴风雨中 飘来飘去 应该穿上 燕尾服才对 上衣 那钉 圆锥形的 燕尾布位 可以帮助把雨水流走 那种卷边的帽子 也有同样的功能 卷边可以当作 山墙 端部的 尾牙 泻水槽使用 乌拉斯科 我再也不想穿紧身 短上衣 和雨衣了 我一定要穿上燕尾服 深深地戴上一顶 高帽 哎呀 我得一挂到海里去了 天哪 从上天刮来的这阵风 竟然 如此不动礼貌 小伙计 今天晚上的天气 真恶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